同学们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今天我们讲解第五篇第三章的内容 常用加工方法综数 金属气球加工常用的方法很多 在功能上广泛应用的方法也多达几十种 我们课上给同学讲其中的几种 首先看车学 其次呢,钻学 然后还要讲解躺学,倒学,拉学,洗学和磨学 这些常见的气质加工工艺啊 在功能上应用十分广泛 首先我们看应用最广泛的车学加工 车学加工啊 对于外员的工件呢 是一种必须的加工方法 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员车学,车床上工件的安装方法 因为安装工件呢,往往很重要 但是啊,容易被呢 操作者或者出学者所忽视 以为安装工件啊,就是简单的把那个磅料往机床上移放,然后用扳手拧紧就可以了 如果你这个安装方法不得到的话 加工之后的工件啊,会产生很大的误差 而且往往呢,机床的加工精力度越高 安装所带来的误差呢,也大 所以啊,一定要重视呢 工件在加工之前的安装 我们先把安装的方法呢,给同学系统的讲解一下 在这层上啊,安装原磅料呢,最常用的方法呢,是用三抓卡盘安装 我们现在看到的示意图呢,就是三抓卡盘示意图 这是把三抓卡盘抛开一块 观察到三抓卡盘里边的一个结构 用一个扳手,插到三抓卡盘的一个扳手孔当中 然后用那个手一拧的扳手 这个三抓呢,就产生了联动 同时向内,或者同时向外,进行移动 如果我们把一个原磅料放在中心这个孔的位置上 那么三抓卡盘同时向内移动呢,就把它夹得牢牢的 如果同时向外移动呢,就可以把这个配料取下来 这是三抓卡盘的安装的实物 三抓卡盘呢,安装在车床的端部 每一个车床呢,尤其是卧室车床 几乎都安装了一个三抓卡盘 这是车床啊,最常用的一种安装工具 我们下面看一下呀,三抓卡盘安装工件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三抓卡盘安装外缘类工件啊 它能够实现自动定心 不用自己去找原心了 放心的用那个扳手一拧三抓卡盘 它自己就定原心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车穴 所以呢,三抓卡盘的第二个特点就出现了 调整方便 安装工件的速度呢,也比较快 这样呢,便于呢,提高生产效率 第三个特点 定心不准 这是缺点了 因为三抓卡盘定的原心呢 它是根据那三抓的三个点的坐标 根据那个工件的外缘表面 确定出一个原心 还好理解 买的那个毛胚啊 因为它外表面呢,都比较粗糙 它的形状精度呢,误差都比较大 所以根据这个胚料 外缘面 定出的这个原心 实际上是不损的 它和车床本身的回转动心 往往有一个误差 二者不能够严格的对在一起 经过生产实践测量啊 发现这个误差呢 一般在0.05到0.15个毫米之间 所以啊,用三抓卡盘 装卡工件来车外缘 一定要注意 车床那个外缘的面的轴心线 和机床本身的回转中心的轴心线 有这么一个偏差 所以啊,对于一些同轴度 要求比较严的 阶梯轴类的工件 我们三抓卡盘呢 安装就要考虑了 是否给这个工件的外缘面的 同轴度造成一定的误差 一般情况下呀 有同轴度要求的工件 我们用三抓卡盘安装的时候 必须在一次安装中完成 这样啊,这两个外缘面 阶梯轴的外缘面的同轴度 就能一致了 因为它们随便是被 三抓卡盘确定的原型呢 是工件的回转中心 但是两个被撤去的外缘面的轴线 都在工件的回转中心 这样这两个外缘面啊 也能同行 所以呢,有同轴度要求的 阶梯轴类的工件 如果用三抓卡盘安装的话 那么必须在一次安装中完成 我们看这是一个阶梯轴的试图 如果我们用车床 车这样的一个形状的工件的话 我们必须在一次安装中完成 一般情况下 外表面一 也就是这个外缘面 外表面二 也就是这个外缘面 它们两个之间的同轴度要求 工杀上给出的 往往都不超过0.02 所以啊 如果我们不考虑安装方法的话 如果用三抓卡盘是第二条安装的 那么这两个轴线就会出现一个误差 这个误差呢 会远远超过0.02的 下面我们再看 在四抓卡盘上如何安装工件 车床啊 还可以呢 用四抓卡盘来安装工件 我们现在看到的试图呢 就是四抓卡盘安装工件的一个现场操作 操作工人呢 左手拿着扳手 右手拿着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工件 不是一个圆形的了 而是一个长条形的 或者方形的工件 非常适合于四抓卡盘来装架 但是四抓卡盘呢 它的那个爪啊 不是联动的 而是单独调整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四抓卡盘安装工件的特点 第一个 掐紧力大 因为四抓卡盘呢 毕竟比三抓卡盘呢 多出了一个爪 也就多出了一个支撑 这样的话 夹紧工件的时候 它的力是比较大的 比三抓卡盘的力值较大 第二个特点 可以调整四抓卡盘的 卡盘中心 和喉转中心呢 让它尽量一致 四抓卡盘安装工件的时候啊 工件的这个坐标 人心坐标 也是根据这个外边的端面的坐标来确定的 但是呢 它可以调整 使这个坐标呢 移动 假如说 这工件安装的时候呢 偏上了一点 那么我们就把上面那个爪呢 稍微往下拧紧一下 而下边的爪呢 放松一下 这样啊 这样啊 就使这个工件呢 向下移动一个位置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把工件这个中心 回转中心加以调整 所以说呢 四抓卡盘呢 可以准确的 把这个工件的中心 调整到 与三抓 与这个四抓卡盘呢 它的中心呢 相一致的 所以四抓卡盘安装工件的时候呢 两者的回转中心是一致的 工件的中心 和机床的回转中心 第三个特点呢 四抓卡盘呢 可以安装不规则的工件 三抓卡盘呢 只能安装 是一个外圆的 这么一个形状的工件 一般都是安装 圆磅料 而四抓卡盘呢 对于不规则的工件可以安装 这些呢 和三抓卡盘相比啊 它比较独特的一个优点 但是啊 四抓卡盘 它的生产效率是比较低的 安装一个工件呢 所耗费的时间 远远大于三抓卡盘 我们再看第三种 安装工件的方法 顶尖安装 这是一个长轴类工件 比较细长 上面呢 有一个两个半圆面 我们称这种件呢 为阶梯手类工件 阶梯手类工件呢 如果用 咱们前面讲过的三抓卡盘 安装的话 那么必须呢 车靴在一次安装中完成 不能掉头安装 但是啊 我们用顶尖呢 就可以掉头安装了 我们看一下顶尖安装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 工件的回转中心 和机床的回转中心 重合 乔号顶尖 这两个尖连起来 它的连线 就是车床的回转中心线 顶尖顶的位置呢 它刚好和车床的回转中心呢 是一致的 所以在车床过程中啊 这个工件的旋转 也是以这两个顶尖的连线 为轴的 这样啊 我们车床的这个外缘面 它们都保持 和车床回转中心一致 也就是这两个轴的 铜锣度保持的很好 第二个特点呢 顶尖安装工件呢 只能安装实型类的工件 不能安装空尖的工件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顶尖要顶的 空尖寡的话 它顶不着 所以呢 不能安装空尖的工件 下面呢 我们举个阶梯轴 安装的一个例子 实际生态中啊 如果加工这样一个阶梯轴 必须按照 以下的操作步骤来进行 这个阶梯轴的工件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 加工三个外缘面 三个外缘面的外径不一样 有的稍微大一些 有的稍微小一些 我们安装的时候呢 第一步用三张卡盘 把一个外缘毛培装强好了 然后呢 我们车端面A 就是现在咱们 鼠标指的这个端面 转中心孔 转中心孔呢 是为了顶尖 有顶的位置 一个圆嘴形的中心孔 在它的正中间的位置 然后 安装R 把它卸下来 调头 把A面朝里 把B面朝外 用三张卡盘 卡紧 同样是 车端面 然后 转中心孔 这样呢 两个表面的 圆嘴形中心孔呢 都被转出来了 第三步 安装 卸下来 重新用顶尖 顶 因为 前面已经车出了 两个圆嘴孔了 所以我们前后顶尖呢 就可以顶到 这个圆嘴孔上 这样啊 这两个圆嘴孔呢 就把这个轴线呢 确定出来了 它和机床的 回转中心轴线 是一致的 要用顶尖顶的时候啊 我们注意 因为顶尖呢 它的旋转的时候呢 如果仅仅靠 它的摩擦力 它的外表面 和弓箭的摩擦 来带着弓箭旋转的话 这个力啊 就太小了 如果我们用车刀 上去一车的话呢 那个车车的一层大呀 就有可能 出现什么现象呢 这个顶尖啊 打滑 空转 带不动弓箭 所以啊 顶尖安装的时候呢 常常配套 有一个叫 卡盘 也叫基金夹的 这么一个装置 或者叫卡箍 把这个弓箭夹夹住 然后呢 卡箍的一端呢 和车床的那个 床头的那个拨盘相连 床头的拨盘呢 带动这个卡箍旋转 卡箍呢 夹紧弓箭 通过卡箍与弓箭之间的 摩擦力 带动弓箭旋转 这样啊 就不至于出现 刚才说的那种 打滑现象 安装3 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 正式的切削了 首先出车 外缘面 1和2 这两个直径的外缘面呢 用车床进行了出车 达到了 它的尺寸要求 然后停车 重新再安装一次 我们称为安装4 安装4啊 是把刚才出车的 那两个外缘面 1和2呢 掉头朝里 而把没有车 找到这里面呢 外表面3 掉头朝外 同样顶件顶住 卡箍 卡紧 或者基金夹夹紧 然后出车 外缘面3 车道 规定的尺寸 然后 半径车 外缘面3 分成两大工序 一道是出车 一道是半径车 还要进行一次安装 最后一次安装呢 我们称作安装5 停车 卸下来 把工件还得掉头一次 用前后顶件顶住 然后呢 用一个卡固卡紧 再对外缘面1 2进行半径车 到这儿 这个阶梯轴 才算车序完毕 我们看呢 一个阶梯轴 它的车序过程 是很复杂的 不是咱们想象的 一次安装就能车完 一共进行了5次安装 只有这样 按照这个步骤 严格的进行安装 车序出的工件啊 它的尺寸精度 才能符合图纸的要求 否则的话 你车出这个阶梯轴 工件呢 就有可能敲查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 安装方法 新轴安装工件 咱们刚才讲过呀 如果是车序有 同质度要求的 阶梯轴的 外缘表面的工件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用 前号顶件来顶 这样呢 可以免除 像用散张卡片 安装的时候呢 必须一次 安装中 完成全部车序 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多次安装 也能保证 它外缘表面的 通轴度了 但是呀 有一种情况呢 前号顶件不能安装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图示这种情况 因为呢 这个工件呢 是空心的 如果我用前后顶件 去顶的话 顶不着什么东西 里面没有材料 是个圆孔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要想一些办法了 想什么办法呢 我们增加了一个 追度新轴 这个绿颜色标出的 这个工件 就是追度新轴 有了车子新轴的帮助以后呢 工件套在这个追度新轴上 因为是有追度的 所以工件呢 它沿在轴线位置 能够确定 到一定位置 是卡到这了 推不动了 这个时候 我们用前号顶件呢 把这个新轴的中心定好 在进行车穴加工的时候呢 通过这个中间的 追度新轴的一个过渡 一个帮助 带动工件旋转 这样也能够实现一个 用前号顶件 来安装 这种有同轴度要求的 阶梯轴类的 工件的车穴加工 这是用新轴 安装的另外一种方式 不一定非得是追度的 没有追度的也可以 但是呢 左面要有个台间卡住 右边呢 要有个螺母 我们用扳手的把它拧紧 这样工件呢 就被固定住了 同样也可以用这种新轴 来安装工件 这样的话 这个有孔洞的 有内孔的这种空穴工件呢 也可以通过前号顶件 来进行安装了 新轴安装工件的特点呢 就是适合于装卡 空穴的工件 有的时候 我们还要用到 可胀新轴的帮助 来安装工件 我们现在看到的 示意图呢 就是一个可胀新轴 我们用这样一个薄壁圆筒 薄壁圆筒的侧壁上呢 开了很多的勾槽 主要是为了呢 这个薄壁筒啊 在内部圆椎棒的仗机下呢 可以很方便的扩大或者缩小 然后把这个薄壁圆筒呢 套在这个圆椎上 这是一个圆椎轴 圆椎轴的一端呢 有个螺纹伸出来 一个螺母呢 拧在这个螺纹杆上 这个螺母的左端面 顶在这个薄壁圆筒的 右端面上 这样的话 我们用扳手一拧这个螺母 螺母呢 就向左移动 这个时候呢 这个椎轴是固定不动的 螺母向左移动啊 它就能推动这个薄壁圆管 也向左移动 薄壁圆管 向左移动的同时呢 这个薄壁管呢 就会向外扩张 这样的话 就会使这个薄壁圆管的外径增大 所以啊 这种可胀心轴呢 比刚才讲的那个追度心轴啊 要强 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能够适应 不同直径的内孔类工件 追度心轴呢 一个心轴啊 只能装一个尺寸的工件 而这种可胀心轴呢 它能够安装 不同内孔尺寸的工件 大一点 小一点 可以在一定范围里 通过这个螺母的松紧 进行调节 使这个 安装的内孔尺寸呢 有一个适应了一个变化 另外一种安装工件的方法呢 是用花盘来安装工件 我们现在看到的示意图呢 是一个车床装部的花盘 花盘呢 它的表面呢 有很多钩槽 这些钩槽呢 可以用来 插入一个螺钉 从侧面 我们看这些钩槽啊 都是相通的跟外边 从侧面呢 有个螺钉 滑进去以后呢 螺母就被卡住了 螺杆从外 然后外边再拧一个 单独的螺母 这个螺母呢 把一个图红颜色的压板压住 压板呢 再把不规则的工件给它压住 这样啊 我们就可以呢 用花盘来安装啊 那种非圆形的 我们也称作不规则的工件 这样的工件呢 就能够很方便的 把它安装到 花盘上 花盘安装工件呢 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呢 是由于 工件的形状呢 往往都是不规则的 所以它在旋征起来呢 经常产生一个偏心的力 由于它的离心力呢 作用 使它呢 始终 向离心力方向呢 对机双的主轴 施加了一个很大的力 这样的话 机双主轴 就要产生了一个弯曲 这势必会影响呢 工件的加工精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往往呢 在它的另外一个反方向 安装一个平衡块 这个平衡块的重心呢 和这个工件的重心呢 是 沿着这个车床的 回转中心两侧 对称的 经过这么一个平衡块啊 就把这个离心力呢 向反方向 又平衡了一下 这样就能相互抵消 就是啊 在高速旋转的时候呢 不规则工件产生的偏心力呢 它的合力为零 因为这个平衡块 还产生了一个 和它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偏心力 花盘安装工件的特点呢 一般就是安装形状不规则的工件 这也是花盘安装工件的一个例子 同样 我们也要注意呢 在这个位置呢 安装一个平衡块 它的重心呢 和这个工件的偏心力 以后的重心呢 是沿着这个 车床回转中心的轴线 对称的 关于车床下工的安装问题呢 就给同学讲解这么多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啊 车床工艺的特点 用车床车工件呢 有这么几个明显的工艺特点 第一个 容易保证 工件刻下工面的位置精度 你比方说我们车刀 切断一个工件 那么切断的工件呢 这个端面 它和这个轴线 工件的轴线 一定能保持啊 90度垂直 因为这个催直呢 是车床的那个 刀架的导轨 和车床本身的轴线 保证的 而不是操作者拿眼力 拿卡纸去量 或者拿 两脚仪去量 量住这么一个角度 是车床本身保证的 这样的话 加工的工件啊 它的催直度 端面和轴线的催直度 就得到了保证 第二个特点 车床车切工件呢 它的切断过程 比较平稳 它的切断 切断过程中啊 切断部分的面积 大小不变 切断的力呢 基本保持不变 不像暴穴洗穴 同样是 切断加工工艺 但它们和车床 比起来呢 就非常不稳定了 暴穴呢 暴刀 它有个冲击 接手工件的一瞬间 很大的冲击力 而且光当音声呢 发出很大的响动 回程的时候呢 不切断金属了 去的形成当中呢 又切了一次金属 所以它的那切断力啊 是忽大忽小的 体斜的切断力呢 也不平稳 体斜是用刀齿 一个齿一个齿的 间斜式的 它一会儿呢 三个齿参与切断 一会儿四个齿参与切断 所以它的切断力啊 始终是三个 四个 这么交替变化的 忽大忽小 而车鞋是平稳的 这样啊 有利于保证 工件的车鞋质量 第三个特点呢 车鞋 适合于有色金属的金加工 有色金属零件呢 金加工的时候呢 不能用磨鞋 不能用磨床去磨 因为有色金属呢 往往比较软 容易把那个砂轮孔呢 给密死 所以有色金属的金加工啊 如果是回转体的话 我们常常用车鞋加工 平面也可以 如果是一个回转体的平面 我们车座面 也可以把它金加工出来 第四个特点呢 车刀 刀具简单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图啊 是刀具的示意图 左边看到的是各种形状的刀具 其中呢 洗刀具多 另外还有呢 钻孔用的钻头 还有其他的一些刀具 当然也包括车刀 其中里边我们看 车刀的形状呢 是最简单的 这是放大的车刀的形状 它跟它们的形状形容比啊 是最简单的一种 所以呢 车刀的成本低 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第三个问题呢 车学的应用 车学啊 它的应用呢 主要是车外圆 这是车外圆的几个图片 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车刀车外圆 这个图呢 是普通外圆车刀车外圆 工件要着自身的轴线高速旋转 车刀呢 向左方 匀速近改 这样就会在它的外圆表面呢 车掉薄薄的一层切气 形成一个外圆面 这个图呢 是用弯头车刀车外圆 这个图呢 是用右偏刀来车外圆 甚至还可以用左偏刀来车外圆 这是啊 各种不同的车外圆的情况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呢 就是现场车外圆的一个照片 这是车学进行的中间过程当中 这一半呢 光亮部分呢 外圆已经被切掉了 切掉了薄薄一层金属 金属呢 外表面变得比较光亮 而这边呢 还没有车到 我们再看到另一种应用 车断面 如果呀 我们把车刀 沿着半径还能进给 这样啊 就会车出一个平面来 我们也称 也称这种 这种车学方式呢 叫车断面 这是弯头车刀车断面 车刀呢 由外向内匀速的进给 这是右偏刀车断面 由外向内进给 这也是右偏刀车断面 但是是由内向外进给 这几种方式呢 都可以完成断面的车学 这是啊 车断面的一幅现场照片 车刀 由内向外进给 把这个断面来给它车掉一层 车学呢 还可以车圆锥 通过不同的调解方式 这个设计图呢 是把刀架呢 上面的小花板旋转的一个角度 在车修的时候呢 我们让这个车刀啊 沿着箭头锁指方向进给 这样 车出的弓件呢 它的表面就是一个原子于表面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车刀呢 不旋转 不把小花板旋转一下 让它还是沿着轴线 云速向左进给 但是呢 我们把这前后顶尖呢 让它产生一个错位移 错位移以后的顶尖呢 就能把这个弓件呢 两个轴尖的连线 变成一个倾斜状态 这样啊 我们车出的面呢 同样是一个原子于面 这种呢 是用我们叫做靠模实现的一个 刀的横向进给 车刀啊 在沿着轴线方向 纵向进给的同时呢 还有一个微小的通过模板强制它 沿着水平方向的横向进给 它的综合作用路线呢 它的路径啊 就变成了一个斜线 这样呢 在车削工件的表面呢 就形成一个原子于面 这个呢 是一个宽刀 车原子于的例子 我们加工成一个很宽的 就和这个原子于面的斜率是一样的 这么一个宽刀 一次性的把这原子于面呢 就可以撤出来 这种删转效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啊 工件的发热量也比较大 这是啊 车西长轴的一个例子 车西长轴的时候呢 注意要采用一个跟刀架 因为啊 车到西长轴中间的位置的时候呢 车刀啊 往往施加一个很大的横向的压力 这个横向压力呢 它的弯距又是最大的 所以呢 工件容易变弯 解决的方法呢 是跟它 跟车刀啊 始终跟着它 相同移动的一个跟刀架 平衡这个 弯距 这个呢 是卡钩 咱们前面介绍过的 或者叫激心卡 带动工件旋转 车床呢 还可以车轮纹 甚至还可以滚发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滚发的例子 不用车刀了 换成一个表面有凸起的圆轮 代替车刀 那么这个圆轮在旋转的过程中啊 就对工件表面呢 施加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使它产生一定的塑形变形 这样工件的表面呢 就会出现 和这个滚刀啊 一样的花纹 我们把这个花纹呢 就称作滚发 这是车床车内孔的例子 车刀呢 沿着轴线进刀 还能把一个内孔撤出来 就像车床呢 车球这个例子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圆球 我们通过 在纵向进给的同时呢 还做适量的横向进给 就能把这个圆球呢 加工出来 车床呢 当然还可以车曲轴 车偏心轮等等 这是啊 车床 车 曲轴的这么一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图 夹起的时候呢 轴线呢 对着吗 正要车靴的这段圆柱 就可以了 和它是一致的 然后呢 车刀在这儿 进行车靴 这是车偏心轮的一个例子 只要我们把 要切靴的那个圆柱 它的中心线 和车床的回转中心 相对齐就可以了 通过花盘来安装 这种偏心轮 这是我们看到的 典型车序零件的外形 这一类零件呢 都适合于车序加工 它们的共同特点呢 都是回转体 轴类零件居多 这是呢 常用的 车序零件的实物照片 都是这种 接体轴类的零件居多 这也是呢 典型的车序零件的实物 这个照片呢 是精密车序零件的照片 我们看呢 无论是外圆还是做面 有色金居 有色金属 经过了车厢呢 精密车序以后呢 它的表面 变得非常的光滑平整 甚至产生了镜面的效果 下面呢 我们把车序工艺呢 做一下小节 车序工艺啊 要有这么几点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 三张卡牌安装工艺呢 应该在一次安装中 完成 第二个 全部表面出车以后 才能进行半定车或进车 出金加工要分开 第三个 应该先车座面 再车外圆 第四个 如果有槽的话 切槽啊 应当在出车和半定车之后 在经车之前进行 第五个 如果有导角的话 导角呢 应该在经车的后面进行 第六个 如果是前后顶件安装 多次安装也能保证 工艺啊 在不同安装中呢 表面的位置进度 第七个 如果车了稳的话 一般呢 螺纹应该放在半定车后 经车之前进行 因为啊 螺纹呢 如果放在 经车之后 它就容易呢 把工艺顶完 关于车学啊 这位同学讲解这么多 下面我们看 第二节的内容 钻躺的工艺特点 应用 钻呢 就是钻孔 躺啊 就是躺孔 第二节呢 主要说明孔的下工工艺 首先我们看 钻孔的工艺特点 对于 对于典型 我们一般用钻学来加工 当然也可以用车床来车孔 车床车孔啊 一般都是先有个小孔 然后把它放大 而原来什么孔也没有的情况下 车床是不能车的 我们必须用钻床来钻 钻孔工艺啊 比车孔工艺呢 它的条件要恶劣 所以钻孔啊 比车外员 它的工作条件要差得多 钻孔常用的设备呢 就是钻床了 当然也可以通过车床来钻孔 车床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安上一个钻头 也可以采用洗床来钻孔 洗床不放洗刀 放一个钻头 也可以实现洗床钻孔 钻孔呢 常用的刀具呢 我们称作麻花钻头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麻花钻头的示意图 这是纸柄部分 安装在机床里边的 这是刀刃部分 我们看麻花钻头的刀刃 它都是一个很深的螺旋槽 头部呢 有两个切穴的刃口 它的侧臂呢 也是很锋利的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麻花钻头 纸柄部分呢 和水柄部分呢 是安装在机床里边的 这一段呢 我们称作工作部分 最前面这一段呢 叫做切穴部分 我们把切穴部分呢 给它放大 我们看麻花钻头的切穴部分的示意图 放大以后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啊 麻花钻头的三个面 两个刃和一个尖 因为麻花钻头呢 也是一种切穴刀具 咱们前面讲刀具课的时候呢 给同学讲了 以车刀为例 认识了一下它的三个面 两个刃和一个尖 如果把三个面 两个刃一个尖认出来了 那么这个切穴刀具 就算了解了 我们一样 同样情况下呢 我们现在也看一下啊 麻花钻头 它切穴部分的三个面 两个刃和一个尖 首先看前刀面 按照定义啊 前刀面是指呢 切穴流过的刀具表面 我们看麻花钻头 在钻穴的时候 切穴从哪流呢 对了 麻花钻头 顺着这个很深的楼权槽 切穴慢慢的往处流 那么 很显然 这个表面 是切穴流经的表面 所以它就是前刀面 这个楼权槽啊 在麻花钻头里边呢 有两个 所以前刀面呢 同样有两个 这边一个 还有挡住这边是有一个 我们再看主后刀面 主后刀面呢 按照定义呢 它是刀具上啊 和切穴表面相对的表面 这个就是和切穴表面相对的表面 它就称作主后刀面 副后刀面呢 是和已加工表面相对的表面 这个棱带 它的外表面部分 就是和立着这个内孔的臂 我们已经切穴完的这个孔臂 就是已加工表面 它和它相对 所以它是副后刀面 再看主切穴刃 它是指啊 前刀面和主后刀面的交线 就这个 同样有两个 这边这个也是 副切穴刃 前刀面和副后刀面的交线 是这条线 同样有两个 档子那边也有一个 刀尖在哪呢 主切穴刃 副切穴的交点 主切穴 副切穴的交点 在这儿 同样这个也是 主切穴 副切穴的交点 所以刀尖啊 有两个 在这儿和这儿 不是在这儿 这个位置呢 我们称作横刃处 所以麻花钻头啊 它比车刀还多出一个组成部分 多的一部分呢 我们称作横刃 但是啊 按照基本的定义呢 我们把呀 麻花钻头的切穴部分呢 三个面 两个刃 一个尖 刃出来了 而且还多刃出了一个横刃部分 这样呢 我们对这个麻花钻头啊 它切穴部分呢 就有所了解了 这是麻花钻头的实物 工程上啊 各种大大小小的孔呢 都是啊 通过这种钻头的刀具呢 来加工出来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 麻花钻头的 这种刀具的特点 麻花钻头啊 它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个 靠近横刃图的前脚为负 切穴呢 基本上是挤刮金属 所以呢 它会产生很大的轴向力 前脚为负 我们看放大的一个示意图 这个图 这是一个负前脚 本来应该这个前脚面呢 应该是这样倾斜的 像我们鼠标 索引力方向倾斜的 这样才是个正前脚 它在旋转的时候呢 才能切穴平面 但是啊 现在呢 它是挤刮 咱们那个 弓箭的表面 第二个特点 钻头的刚度极差 因为它里边的螺旋槽很深 第三个特点 切械排泄不同差 切械啊 赞往回流出的时候呢 特别不同差 我们看呢 麻花钻头 这种刀具的特点 几乎都是缺点 但是啊 由于现在呢 我们还找不出另外一种 比它强的刀具 来代替麻花钻头 所以目前呢 工程上啊 仍然广泛使用麻花钻头呢 来进行孔的加工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钻学工艺的特点 用麻花钻头实施的 钻学工艺啊 它的工艺特点呢 几乎也充满了缺点 第一个特点 容易隐偏 什么叫隐偏呢 我们在钻学工程中啊 麻花钻头 在很大外部压力的作用下呢 可能会产生轴线歪斜 这个图呢 就表示轴线歪斜 当然钻图的孔 也会轴线歪斜 另外一种影片现象呢 由于轴线歪斜呀 导致了它的 外表面的孔径和内部的孔径不一样 一般鞋呢 往往内部的孔径呢 变大 而外表面的孔径变小 这两种现象呢 我们都称为影片 还显然 影片呢 会影响孔的质量 为了减少影片 我们常常采取一些措施 减少影片的措施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 要预钻圆锥形定型坑 先用其他的 更锋利的一个钻头 或者用车床来车靴 把这个定型坑先钻 还车一下 这样钻头就不会来回滑动了 第二个措施 用钻套导向 就好比我们手把人的钢签 然后人们抡垂打的钢签 钢签不歪斜一样 只不过呢 我们用模具 我们称作钻套的 来把它套住 不能用手去拔 来把钻头给它拔住 第三个 把两个主气血印 任模的要对称 我们知道麻花钻头呢 有两个主气血印 如果这两个主气血印 长短不一的话 还显然 它在气血过程中啊 也就在麻花钻头 钻孔的过程当中呢 所受到的力是不一样的 这样呢 钻头就会产生 一定程度的歪斜 所以呢 两个气血印呢 一定要对称 这像 为了减少影片现象呢 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我们看 为了减少影片 采取措施的示意图 这是一钻定型坑的示意图 麻花钻头顶尖呢 顶到这儿 不会 滑移了 这是啊 用钻套导向的示意图 麻花钻头啊 在钻袖过程中呢 它那排泄是比较困难的 排泄困难呢 往往会导致两种危害 一种呢 切线啊 在排泄过程中呢 可能划伤以加工表面 因为在钻孔的时候呢 它的侧臂啊 是以加工表面 切线呢 在推出的过程中啊 如果挤到一块的 很显然它会 对侧臂呢 产生一个很大的滑擦力 这样啊 就会把这个表面滑伤 严重的时候呢 甚至扭断钻头 所以啊 为了解决钻削 排泄困难这个困难 我们常常采取一些 测试 第一个 要反复退出钻头排泄 这个呢 咱们生活中 可能有的同学都有过经历 拿个钻头呢 钻那个木头 咱们家里在装修的时候 经常用钻头去钻孔 如果钻不动了 那么会反向钻一下 把这些线呢 都倒出来之后 然后再正向钻 所以反复退出 是一种 解决排泄困难的一种 很好办法 第二个措施 在钻头上 修模出分泄槽 我们看这个示意图 这是在钻头上 修模出两个分泄槽的示意图 分泄槽 怎么能解决排泄困难呢 因为分泄槽啊 把一个很宽的大片器械呢 分成了三片 宽度比较小的器械 器械的尺寸越小 它在排泄图的时候呢 相互挤压的这种可能性 也就越小了 相互卡着的可能性 大大减少 所以啊 它对 划伤侧币啊 造成 以降红表面损伤的 这个可能性呢 也大大减少 钻学工艺的另一个特点呢 是气息热不容易排除 不容易扩散 这个问题的解决呢 只能通过大量的胶珠冷却液 来实现 钻学工艺啊 由于麻花钻头的限制啊 产生了诸多的一些缺点 但是钻学工艺呢 又是生产当中所必须的 又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呢 来代替它 所以呢 人们就动脑筋呢 在钻头上 做了一些改进 能够使这个 钻学区线呢 尽量的减少 第一种改进方法呢 是恒人处的前脚增大 前脚一增大呢 挤刮紧手的这个现象呢 就大大减小了 第二个措施 修模横刃为原长的五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就是把原来的横刃减短 但是不能太短 如果你要减成一个点 没有了 那么横刃处啊 很容易损坏 因为它在钻学的时候呢 要承受很大的力 所以要维持一定的强度 第三个措施呢 是磨分泄槽 这样使机械更容易流出 分泄槽的措施呢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 那个示意图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 钻学的应用情况 钻学呀 它不同尺寸的孔 采用不同的设备 对于尺寸比较小的小型孔来说 我们常常采用 台式钻床 钻床尺寸非常小 甚至放在桌面上 就可以实现钻学了 对于中等尺寸的孔来说呢 我们往往采用立式钻床 体积比台式要大一些 放在车间里边 高度呢 一般有一人多高 两米多 对于尺寸比较大的孔呢 我们往往采用 大型钻床 你比方说 典型的一种叫 摇臂钻床 对于回钻体的 工件的孔呢 我们可以用 其他的方式来代替 你比方说 车靴呀 洗靴呀 等等 对于生产批量比较大的孔 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借助于钻磨的帮助 或者用专门的 组合机床来实现 就是啊 对于不同种类的孔呢 我们分别要采用不同的 设备和工艺来进行钻学加工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呢 就是用钻磨的设计图 这是工件 这是模具 通过钻磨呢 能够保证这个钻孔啊 不产生轴线威胁 不产生影片现象 这是啊 多轴钻 同时啊 有三个钻头 这是组合机床 同时可以钻多个孔 关于钻学呢 我们这次课啊 就给同学讲这么多 下面呢 我们不仅指导 指导啊 复习思考题 第一题 在车床上安装工件 有哪几种方法 三段小盘安装工件 有什么特点 第二题 车学工艺有什么特点 该工艺一般适合于 核准工件表面的加工 第三段题 转学有什么工艺特点 如何改进马号钻头 好了 今天呢 就给同学讲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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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